大家好,我是小鑫 最近网络上在中药店买酸梅汤特别的火 专门去中医馆买酸梅汤打卡的网友也是络绎不绝 相关话题也因此登上热搜 今天小鑫也找到了一家中药店 看看到底能不能实现酸梅汤自由 我们一起去看看 你好,请问咱们这边有酸梅汤的配方吗 有 我想开几部酸梅汤 可以 带回去煮 行,可以 你要什么样的酸梅汤 什么样还分种类吗?酸梅汤 对,好多种的 传统的应该是有十几味种要组成的 这么多 但是现在你是看着抖音上大家都抓 对,我就是看了很多网友都到中药店里来打卡酸梅汤 然后我也是过来体验一下 可以,那你就是抓你种最简单的就行 就几味种要组成的 这种比较好喝是吗? 对,比较好喝 那您就帮我抓几副 可以,您要几副 我要三副 是在这儿熬还是回去自己熬 你带回家 行 前有年轻人三副天晒背 上班用保温杯泡养生茶 现有中药版酸梅汤供不应求 网友评价,这些年轻人真是越来越会养生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乌梅 乌梅 酸梅汤也称乌梅汤 可以说是中国经典的中药饮品 其原料有乌梅、山楂、干草、陈皮、冰糖等 基本都是药食同源的中药 网友感慨 万万没想到 打败奶茶店的竟然是中药房 最近去药店、中医院买酸梅汤 正成为当下年轻人养生消费的一种新时尚 一共六味药 分别是陈皮、干草、山楂、乌梅、麦冬、玫瑰花 这个我回去要加多少水来煮? 最开始的话差不多500毫升吧 500毫升的水 多煮点也可以 因为这个一家人都能 买了三副中药酸梅汤回家自己哦 这个酸梅汤颜色多漂亮 我们现在加水浸泡 药机叔说 其实最好用砂锅煮 但是小心这边没有啊 就用玻璃锅替代了一下 熬了有一个多小时 酸梅汤终于煮好了 我们看它跟外面买的酸梅汤颜色很像 这种淡淡的咖啡色 我们尝一下味道 生生天天特别好喝 干杯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